转转情 我叫方清平 现在这个都市人 都有那么几件头疼事 我给您说说 有工作 没生活 有住所 没住房 有存折 没存款 有名片 没名气 有加班 没加薪 有职业 没事业 有朋友 没挚友 有微博 没粉丝 有娱乐 没快乐 就连早晨坐公交车的时候 上班也会发愁 有时间 没事干 就拿我来说吧 我们家住燕郊 在门头沟上班 坐车要四个小时 您说这段时间我干什么好呢 是早点 是洒了 掉了的 影响环境卫生 看报纸 边上都是人 胳膊伸不开 听音乐 声音小了吧 我听不见 声音大了吧 把耳朵震聋了怎么办呢 你说什么 抓小偷 甭抓小偷了 只要我一上车 就成为第一嫌疑人 这不是我多心啊 因为我发现了 每次我一伸手挠个痒痒 周围人就开始捂兜 这车上的时间 您说到底怎么打发才好呢 下面我说个好事 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北京这个公交上啊 马上要铺歪范了 咱北京人不是最讲究范吗 对啊 管演员叫这个明星范 管作家叫这个文艺范 管这个小年轻的叫潮范 管我们说相声的叫老范 如今宫小说上这个叫歪范 这可不是咱们北京话啊 英文名字叫WiFi 俗称叫无线网 北京移动呢 已经跟北京公交集团 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就是以后咱们坐在公交车上 就可以上网了 这个消息一公布 两种人群拍手称快 一种是网民 一种是小偷 您这是专心上网 他在边上的下手方便呢 所以提醒在座的小偷 哎不是 提醒在座的网民 您在公交车上上网啊 一定看好自己的钱包 另外呢 也别坐过了站 再提醒一下公交这个驾驶员 不要你一边开着车一边上网 这话属于多余了啊 说到公交车呀 我有一件得意的事 昨天嘛 我坐公交车回家 改成堵车 这道都堵死了 半个小时 这车没动地方 我跟司机说 我说 我带您走一小道啊 我带着司机 七绕八绕 最后司机都急了 小道在哪啊 这死胡同啊 我说那什么 您您您开开门 我下去看看 司机一开门 我跟他说 我到家了啊 谢谢您 说到这儿啊 我向各位请教个词 您知道 铛铛车是什么意思吗 哎 您还真知道 没错 是老北京的这个 油轨电车 1924年12月17号 北京第一条 油轨电车线路 正式开通 那时候叫一路汽车 是从这个前门 那到西纸门 那种车呢 没有喇叭 前面呢 挂两个铜铃子 有一条线 连着司机脚底下 司机一踩呢 这铃子就 叮叮的响 提醒这个行人避让 所以呢 叫叮叮车 那时候 从崇门门到菜市口的 六路汽车呀 是单轨 只有到了车站 才是双轨呢 所以经常会发生 两车顶牛的情况 这时候乘客就得埋怨了 得 又顶牛了 在车站等着拖车多好啊 您说您的 人家司机不急 离着车站近的 一辆车得倒回去 给另一辆车让道 那时候的司机呀 都有涵养 跟现在这有的司机似的 凭什么我给你让啊 咱耗着吧 两辆车 能在这耗一个月 您要坐东东西车 还在带着干粮上车 再考您去歇后语吧 老太太上电车 您猜下去是什么 有人让座 您说那是学雷锋做好事 不是邂逅语 什么 屁颠屁颠的 您牛神老太太听见跟您急啊 告诉您吧 老太太上电车 你先别吹 这句话是讽刺吹牛的人的 也不是说老太太一上电车 就爱吹牛啊 因为那时候的售跑员呢 脖子上挂着一个哨 等到人都上好了 这个售跑员一吹哨 通知司机开车 要是老太太上电车呢 老太太走得慢 所以司机呢 先别吹哨 等着这个老太太 尊老敬老呢 这是咱们北京人的传统 所以说您在公共汽车上 要是遇见老太太 千万得让座 您千万别俩眼一闭 假装睡觉 小偷啊 专门盯着这个假装睡觉的呢 为了不让座 丢了钱包 得不偿失啊 话说前些日子在温州 晚上八点多钟 闹市里头 一个劫匪钻进一辆 白色的路虎车 劫持了一个四岁的小孩 女孩的妈妈看到这种情况吓呆了 这个时候啊 一个穿着睡衣的女人 飘然而至 可不是聊斋啊 睡衣女侠 拉开车门 对着车里的劫匪 说了一句话 劫匪下车 跑了 他念的什么咒语呢 这是不是哈利波特的女校友呢 我一直在琢磨 你说这个睡衣女侠 说的什么话 吓吹了劫匪呢 劫匪 你妈等你回家吃饭呢 吃饭也没这么大诱惑力啊 要不然就是做劫匪的思想工作 你这么做 对得起老师多年对你的教育吗 对得起国家对你的培养吗 你想想那些英雄人物 霍元甲 黄飞鸿 叶问 刮河上鲁志申 你说这些话 劫匪也听不进去啊 说的是 劫匪 赶紧回家吧 十点十分了 放心平那脱口是初该播了 他那是温州啊 也看不见这文艺频道啊 这要在北京的劫匪 这么一说肯定零 后来才知道 这个睡衣女侠说的是 你放了女孩 我们就放你走 坏战 你做贼心虚啊 你听说能放自己走 哎呀逃跑了 钞票不是万能的 有时候还需要信用卡 没有信用卡的时候呢 信卡也管用 有人说这百家姓里头有姓卡的吗 有啊 美国大导演 卡梅隆 卡导 十五年前 拍了一部泰坦尼克号 横扫全球票房 钞票眼泪齐飞啊 时隔十五年 泰坦尼克号沉默一百周年的说 老卡又把它改编成3D版的 又杀回来了 票房又大赚了一把 3D呢 就是要戴着专用眼镜 看立体画面 好多人呢 看完之后很纳闷 为什么把这个男主角绘画的爱好给记了呢 难道说我们苦等了十五年 就是为了看立体冰山吗 我跟我媳妇敢打折的时候 也去凑热闹 看电影去了 人家看电影 手里头拿的都是爆米花的饮料 我拿了三卷手指 我媳妇爱哭啊 我说拿手指给她擦鼻涕 正演到这个 船轰隆一声 撞上冰山的时候 电影院突然停电了 人家喊 嘿 什么时候来电呢 我媳妇说了 来不了了 船都准了 太入戏了 电影院散场 大伙都往外走 我又喊上了 让妇女和儿童先走 我们两口子都挺入戏的 回家呀 看着媳妇丰满的身子 我感慨的说 你呀 以后别减肥了 你看因为胖 人家那个肉丝 能一斧子砍断手铐 一拳打翻水手 七个小时不吃饭 还有力气满唇跑 还能在冰冷的海水里头 泡一个小时不冻死 最后还有力气下水游泳 救起来以后 在零下二十度的天里头 盖一条保铲子 睡到天亮 相反你看见这个瘦子 人家下场了没有 就跟着杰克似的 飘不了多一会儿 就得沉漏 后来据说呀 卡岛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他琢磨着要是翻译成中文 可能票房会更好 肉丝的发音就是肉丝 那么电影的一段台词呢 就应该是这样的 我爱你 杰克 再见 别这样 不要说再见 时候还没到 明白吗 我好冷 听我说 肉丝 你会脱险的 相信我 好好活下去 然后到中国 嫁给一个叫鱼香的人 你们会研发出一道名菜 鱼香肉丝 说到这儿呢 我得提醒您一下 俩人张着手 站在传弦上的动作啊 那是杰克跟肉丝的专利 其他人不要模仿 容易发生危险 就是这样 如果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 简单的介绍泰坦尼克 那就是一个矮挫穷 用真爱 从一个高富帅手中 夺了一个白富美 结果遭遇伤不起的天灾 春暖花开啊 很多人都忙着踏青 也有人在打着自己头发的主意 理发的人多了 因此呢 就诞生了很多有创意的发型 我现在已经习惯这发型了啊 以前我就忌讳别人 当着我们要说头发的事儿 我的脑袋其实也曾经冒胜过 不过那时在很久以前了 有一次 我上那个理发店理发去 我进门就跟理发师说了 师傅 麻烦您给我理一发 这边啊 要一个五分钱硬币那么大的 祸口 这边啊 您给我留一留头发 一直到嘴这儿 这边啊 您给我剃光了 这边的头发要盖上耳朵 你发师急了 你说这种发型 我们理不了 怎么理不了啊 上次我来 您就给我理成这样 让我走了 后来因为水浦流失严重 我这头发越来越不结实 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 到最后 我这脑袋就像三根头发了 我也想去理发去 你理发师说了 我给你编小辫吧 编着编着不留神 蹭掉了一根 理发师说了 我给你改中分吧 编着编着又蹭掉了一根 我给你改偏分吧 编着编着又蹭掉了一根 理发师说了 我给你蹭几个点 你出家吧 好人家多会做生意 现在每回看到 我这镜子里头 压蛋似的这个光头啊 我就特别羡慕别人 有创意的发型 您瞧就人家剃那头啊 如今 不光这个人剃头有创意 就连这个宠物剃毛 都有创意 这猫背上剃出一个春字来 说明这是正月过年之前剃的 猫的主人要是一个音乐家呢 就可以在这猫身上 剃出一五线谱来 猫的主人如果是个诗人呢 就可以在他身上剃出一堂诗 床前明月光 我喜欢美术 我抱着我们家猫上的宠物美容店了 我说师傅 您给他提清明上额图行吗 跟师傅说了 我没那功夫 你上一刷厂印去吧 99岁的重庆籍老太太黄秀珍 照片在网络上发出来之后 顿时红遍网络 你看看 带蛤蟆镜 画小朝包 督嘴 捧花 撒娇 各种猛兆 网友啊 禁不住说赞叹 潮人 黄奶奶 你真的蒙倒了我又 就我这模样 不说姥姥在照蒙照了 现在照也照不了蒙照了 跟门上似的 我姥姥 今年八十多了 其实打扮的也挺潮的 而且时尚 他住平房 院子里来了个邻居 外国人 早晨起来 正在那儿逗猫玩 我姥姥唐山人 跟外国朋友说 嘿 骨子毛你 外国朋友一听 中国老太太 真不错 会外语 这都问我早上好 到晚上 外国朋友在院里洗衣服 我姥姥又问人家 嘿 骨子一问你 外国朋友一听 他还会问我晚上好吗 估计人家黄秀珍老太太 每天翻后都得走一百步 九十九岁吗 翻后百步走活着九十九吗 我从今天开始 我喝完水都要走一百步 一定要活到九十九岁 那时候 我希望我还能站在这里 给您表演脱口而出 只要您爱看 哪怕是坐着轮椅 我也要坚持把这节目做好 我们四个台上站 头回见面不习惯 要不咱们一块说 啊 添乱 诸位观众 歇口气 单口也要 出新意 想挑战我 别犹豫 注意 脱口而出 我要说单口 活动招募进行中 请将您的单口作品 或视频发送到 btvtalkshow at126.com 我们将选拔出最优秀的单口 达人来到现场 一起说单口 有个美国朋友 看了我的脱口而出 居然找我辩论 他说英语比中文男 这不明摆着 拿着松花蛋碰板砖吗 汉语博大精深 就拿一个我字来说 北京人说 咱山东人说 俺上海人说 阿拉河北人说 门山西人说 恶门 皇上可以用朕 也可以自称孤家 还可以自称寡人 皇后可以用哀家 还可以自称本宫男的 可以用爷 还可以自称是哥 女的可以用姐 也可以自称是老娘 百姓用笔人 老人用老夫 青年用小生 和珅用贫僧 道士用贫道 尼姑用贫尼 文人用小可 豪放可称撒家 婉约可交不才 对上称在下 对下称本座 平民称草民 文官对下属用本官 武官对下属用本帅 文官对上司用下官 武官对上司用末将 小弟小妹 愚兄愚昧 小生晚生老夫老朽 这我还没说全呢 足足要有108种 说来说去 你们英语就一个 哎 我说你还想不想 继续跟我辩论 他给我来了一句 哎 服了又 我说以后 你还是要好好学习汉语 多看咱们的脱口而出 咱们是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